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访之前 也许受她的刘备 曹操这些角色影响太深 我默认演员本人可能也是一个腹黑深沉 难以接近的人 大一般交流下来 她的平和 坦率和认真 却切切实实的感染了我 如今影视产业多元化发展 观众逐渐不满足于浮光略影 看热闹式的欣赏方式 对影视作品的深度 对人物形象 丰富性的追求日益迫切 小鲜肉能保鲜几时 而某些演技派却更像是岁月的亏认 月品月纯 厉旧名香 于是 书全决起理所当然 像玉和伟这样的演员 也迎来了发展的好时候 然后 这些天 黄博指导的一出好戏热定 于何伟在电影中的表现收获好评 他饰演的张总一角 既有着人性的温度 也很好地融入黄博这个预言体的故事 勾起观众联想 引发逐多独解 比如 他如何将一个原始的孤岛 变成一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社会 如何利用扑克牌充当货币 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 某些时候这个人物还带起分析感 让人忍惧不禁 演员王金松曾说 于何伟是一个没有监狱的演员 学生也曾说 于何伟的表演 是如此富有创造力 总是能突破人的 想象 表演生涯二十年 于何伟塑造了众多形象各异的角色 从新三国里的刘备大军师联盟中的曹操 从行情队长中心意果敢的队长 到岁月里面上膝下的体质那小干部 从清忙与冷静锐热的地下党 到纸醉金迷里游走于正邪之间 风柔不羁的投机商人 掠毒人 中的卧底复仇者 还有像局中局里 他饰演了一对性格 总义的双胞胎兄弟 一个是商界精英 一个是无家可归的底层罗托汉子 最终 罗托汉子还要假扮他的包凶 应付惊心动魄的商战 露出各种马角 这种复杂的局面 简直要把人绕晕 但于何伟的塑造下 人物鲜明 层次感清楚 简直不服气都不行 仅仅从电视音频迈向大荧幕 在于何伟身上也表现得如此顺畅自然 关乎老炮儿里脾气又嚣张的公输 虽是惊鸿一片 连冯小刚都未知擦亮双眼 紧接着就让于何伟在自己知道的我不是潘吉莲 李饰演了郑县长 我不是潘吉莲李 李雪莲这个女性站在聚光灯的中央 众多演技派的男性都属重心拱月 可即便这样 郑县长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对上 对下 对您的不同态度 及其声动地 呈现出官场生态 这个角色的两金鸡甲最佳难配 电影的家讲来得如此之快 连于何伟自己都觉得错不及防 也许 一切都来自于他一贯对表演的高标准言要求 接受我采访时 于何伟对每个问题都认真斟酌 一字一句清晰作答 几次 我抛出的问题越长 连自己都觉得稍显凌乱 他却调分履息 迅速分辨出个一二三来 思维极清晰 他对表演这个专业 以及为人处事 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番交流节能感到 这个演员能被观众认可 绝非偶然 嘴言太多 我将采访以于何伟字数形式呈现 借此 他望大家与这个优秀演员走近 于何伟 一个细致的自白衣拍摄 一出好戏的缘起 要追思到两年前的春节 我和黄伯一起吃饭 那时候我跟他还并不太熟 但内心挺欣赏他 他说手里一直在筹备一个本子 想让我出演其中一个角色 我和他开玩笑 你怎么知道我会演喜剧 黄伯说 谁告诉你我这是喜剧 他还笑着说 就想找个会演喜剧 但看起来并不喜剧的人来演 比如我 后来他把我约到他的工作室 从头到尾讲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故事不错 里头有创作者非常浓厚的自我表达 接着他把想让我出演的人物讲了一下 我说行 电影录演时 我也曾开玩笑 说黄伯骗了我 他起先告诉我 拍摄时 要到国外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把我们一起卷上养三个月 结果我们去了之后 那个地方就是日本一个孤岛 它被品定为世界自衡遗产 山顶有一棵几千年的树 的八人才和包的过来 倒上几份保质原生菜 特别荒芜 有点像到了我国最偏远的山区 我们吃顿饭就得逃很远 经常走到饭店 门上还挂一台次 对不起 我们今天出海打鱼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但这个环境也有一个好处 它和我们剧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很相似 大家能够设身处地 感同神兽地体 汇聚中人的境遇 排细时 条件很艰苦 倒上天气风云突变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据说有四百多长雨 我们面临的都是崎岖山路 悬崖架地 到最后 大家都感觉自己成了剧中人 但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们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倒上手机信号很弱 根本没法上网 拍完戏大家在一起聊天 好像过旧时集体生活一样 早上也没地方逛 大家每天吃完晚饭 也就去超市转转 杀青时 我们就像相处了四五年的老友一样 对于电影中的每场戏 我其实印象都挺深刻的 出于对导演的信任 我们在排戏时 并不去输得只按他的意愿来 而总是尽其所能 发挥自己的想象 尽量提供多几种人物角色的状态 给导演做选择 不过就有时也让导演很头疼 特别是剪辑时 则做大量的选择和删减 我们就给黄渤开玩笑 导演 保持一个人物的完整性 很重要 黄渤就很调皮的说 我觉得 保持一个人物的存在感更重要 意思 是 不给你全剪煤就不错了 呵呵 我觉得 一出好戏这部电影比较好的是它的假定性 很多评论说 大家看了这个故事会想 假如我在这个故事里 我会成为谁 比如我饰演的张总 代表一个特定的阶层 他有对于人群的特定功能 也有自己的纠结痛苦 成长变化 他是一个老板 地位最高 但当流落荒岛 大家都认清现实的时候 他原先的身份地位都不存在了 他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尊严 其实他还自杀过 但片中没有剪进去 经过几番变化 他决定活下去 甚至还要出人头地 之后又滋生很多新问题 到了最后 还是爱的召唤 对亲人的思念大于一切 他把所有的财富都拿来换进女儿一面 我觉得这才是人性回归 才是人物在绝望中获得自我认知 由此带来的救赎和成长 而我向来觉得 一个故事 人物 要先有意思 再有意义 如果故事和人物不好玩 观众就不会受感染 也无从感受到意义 黄渤最初找我演一出好戏 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喜剧 而是一个预言体的故事 但我觉得还是要好玩 人物身上的喜剧性 能彰显一种荒诞感 但好玩也要把握分寸 人物态正了不好 但表演如果过了 就会很尴尬 这也正是表演的有趣之处 我生活中也是大点冷幽默的人 但要熟人之间才行 以前我很怕 生 很腼腆 我觉得好的喜剧是认真严肃的 是喜剧情形造成的 而复光是表面的 浮夸的 喜剧很讨厌对生活的观察力 我很喜欢演喜剧 快乐会传染 当你正儿八经年表演 确保别人斗乐了 自己也会很开心 三国回想我从历史的天空开始入行 到现在有二十年了 最早和高熙熙导演合作八部戏 一直到处演新三国的刘备 在那八部戏里 观众记得住角色 但记不住我的名字 高熙熙导演曾说 于何伟你就是不会宣传 其实你在我八部戏里的这八个人物 她拿出来说 就足以让人铭记 那时候我还拍了刘娇导演的《菊中菊》和《岁月》 《菊中菊》 离我演了一对双胞胎 好多圈内人都说 看了于何伟的戏都不敢自吹色雷了 还有人告诉我 电影学队老师拿着两部戏来做表演教材 这些我都很欣慰 菊中菊王静松说 我对表演没有疆域 这是他的路战了 但是不断突破自己 在表演上做各种掌势 确实是一件很让我开心的事情 有一阵子我也困惑过 因为经济团队的同事发愁 走这样的道路不容易被人记住 不讨桥 但后来我也想拍了 我很享受这样的自由状态 不想给自己贴标签 我有吸引 人物一重样就没意思了 我一直没演电影 但热爱电影 我觉得电视剧和电影的表演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老炮儿第一次触电 我不是盘金莲 拿到最佳难拍 还有在超时空同剧 等电影里客战 我觉得小角色有小角色演法 大角色的有大角色的处理方式 关键是拍一条 就要开出一条的个性 老炮儿三这几年只是挺忙的 一年休息不了几天 但这不是我的意愿 有些是好酒钱就答应了 到了跟前 再推辞就不太好 演员不能脱离生活 如果关键下设置作 活动 西装个旅 红地盘 生活从哪儿来呢 对角色的感悟又在哪里呢 我一直在想 忙一正我要歇歇 哪怕我自己去遛个弯 看着街头那些人 或者在飞机上拿起一本杂志 另外我也有家人要照顾 我来自辽宁府顺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家有九个兄弟姐妹 我最小 我三岁没了父亲 我妈妈不识字 但我觉得她是有文化的 她很注重理数 我们家经济条件并不理想 在东北工业转型时 好多家人都小岗了 但哥哥姐姐们对我很疼爱 很照顾我 到了今天 我也有了些担当 有个朋友说 你是家里面年龄最小的家长 家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永远都很重要 大家庭永远是脉相连 也可能培养了我性格的丰富性 回想起来 我还是挺佩服自己二十来岁时那种勇气的 当年在福顺话剧团工作 事业单位编制 在所有人看来都很好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中性 上戏 也没踏出辽营省半步 但听说了这样的学校之后 就被割包 毅然决然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从上戏毕业后 想要一展报复 但面临现实的挫折 想到自己背景离乡 但一无所成 也曾滴落过 在迷失的时候 姐姐曾告诉我 不要把自己当回事 要把干的事情当回事 我想既然不满足于现状 却要振作 努力 想办法 我又回想起当年在东北剧团 发现自己热爱这个行业时的那种喜悦 当时每天把个小板凳看话剧演出时的那种快乐 如今初中发生了偏移 当然快乐也会偏移 我要找回禀鼓手那一份初衷和理想 很幸运 我没有被挫折和苦难打倒 二十多岁时 我希望一定要拍一个戏 为人知晓 如今 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安静 能把很多嘈杂的东西抛开 我想塑造更好的人物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表达 那么多年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遇见的善良的人 我希望这影视作品传达出去 艺术 已经成为我的某种信仰 我想借此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 也为人们带来心灵的关怀 推荐木耳公号有长 向各位电影达人缘稿 详情见 求写迪安的免责声明 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这种医生物的顺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